畢竹廷,我請教你,中華民國的立法院,現在比非洲、農業的國家、國會山莊、銀河的國會、辦公廳設,更農業,這實在不成正比。 中華民國最期待在世界各國,也很少人堅定和尊重,當年老闆聽說八十八年開始幾月,這樣就繼續退黨,謙見的事情。 跟陸委員報告,因為我們八十八年通過以後,我們預算分三年,後來我們辦了五年保留,在九十四年已經一直到結算法的一個規定。 那麼我們也就已經沒有辦法再持續這個一個計劃。所以現在這個計劃是在一個停滯的狀況,是一個歸零的狀態。 那是什麼原因? 因為第一個,當初我們規劃完以後,我們開始要去引起... 土地,土地需要請台北市政府的一個... 市政府我們接駕,台北市政府希望由市議會能夠同意,那麼當初我們提報,因為有市議會議員反對,我們提報朝委協商,希望我們院裡面的委員能夠齊組,所謂的這個新建推動小組。 那麼因為朝委協商一直沒有辦法組成,所以這個案就擱置在這裡。 我就繼續... 推動的... 對 可能嗎? 我想只要大家有共識,那麼其他的所謂的一個技術跟所謂的這些工作,我想應該不是難事。 我... 希望說你... 再接再利 謝謝委員 因為我剛才跟這個... 王委員提到齁,如果說用我們一個會計成本來回推,我們每一年,花掉了這樣的一個費用,回推到我們的成本會計來,事實上我們是應該要新建的。 本來就是... 我們這個... 在商言商啦,阿甲公我們的水準啦,以及我們的... 目前啦,一個... 中華民國的這個尊嚴啦,跟民民啦,老早就要推動啦。但是呢,年五這麼多年來,都被犯政治化,希望可以繼續推動。 好,謝謝委員 給你一個... 小小的建議 是 再來不然你們要瘦瘦瘦瘦啦,像我們年... 熟悉咧,高職,幾級的高職。 有高職的這個保存嗎? 要認定嗎? 我們這是學校用地,跟委員報告。 沒有,我們這裡沒有。 沒有,但是... 我記得你們... 你們要去修理的時候啦, 有很多人也把你們拿去拿手啊。 說你們這樣破壞,整個呢,不成比例啊。 這個... 這個... 舊有的建築呢,已經... 有力士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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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沒有,阿不然你去修理的時候, 人也把你們拿去拿手啊。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 報導有誤吧,傳言,因為... 本身我們這塊基地是一個... 學校用地。 就是以前的台北市第三女子學校。 我們... 我們現在用的另外一塊。 啊,我們這裡... 都沒有。 建國部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都沒有什麼... 有什麼... 幾級的... 沒有...都沒有,跟委員報告。 都沒有,跟委員報告。 阿教,你說你們修理就沒有修理那麼多了。 沒有啊。 沒有修理那麼多的時候, 我感覺你們... 像最近... 你修理... 青島動物... 那些老手的... 你們... 有診修的必要。 手的能修理的時候,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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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放一些... 跟我們建國不搭配的木頭... 柵欄。 那... 建國部好像... 不成的那個... 對稱啦。 齁。 這方面... 不是自己計較。 因為我剛才聽到就說, 這沒有修理我們... 這個... 古蹟的影響。 影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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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就是開始要從... 開始... 花包整修大概大概明年的八月。 大概會完成。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礦物局已經都... 整修好,人員也進駐了。 那... 那現在旁邊的原來的預算中心跟法制局的部分。 現在也... 預定在... 今年的年底,十二月份或元月份,大概也會完成。 變成是首先先... 由再整修的來保用。 那...來整修一管,以後... 再... 搬回去。 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正本青年啦。 還是... 要改建啦。 退重改建的問題啦。 是。 不管就地整建,或是簽建也好。 不要這樣鼓足不全。 這樣... 跟我說八十八年,剛好又十多年了。 是。 已經... 黃金十年。 在這... 本學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你。 因為你的派家應該是很成功的。 齁。 是不是你在整個分配上, 以及使用上, 這個... 要怎麼樣... 比較... 合乎呢? 公平正義原則。 你一定有什麼... 一個... 辦法出來這樣。 我... 我... 覺得我們要去南部, 好像都沒有車堂用。 你統計一下, 不可以說用, 大家... 不是說沒有鏡子要幫你用, 不是說娘子要幫你簽用, 所以說, 提供給你做參考, 是不是說... 公共做分配一些, 去南部, 讓我們包辦公室, 那個... 南辦... 怎麼沒有車嘛? 有。 有七部, 中辦有七部。 不可以用的, 不可以用的, 不可以用的車。 那... 你們調整看看, 是... 好... 是不是可以考慮, 設立單一的聯絡窗口, 不管去哪裡, 我們只要聯絡同一個單位, 就能夠協助拍車, 不就是乾脆, 要如何拿, 有腳講前講白的辦法。 不然大家都有這一筆, 好... 好... 均衡滿摩。 只說,乾脆開放上網登記, 你們去研究一個, 機制調整一下, 微調一下。 提供給你做參考, 再來, 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立委的助理,基本台幅 跟福利跟執言說,好像有什麼差別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跟委員報告,委員關心這個助理 當然我想也是一貫我們院裡面的一個立場 從我們的一個助理,公會助理到黨團 在整個我們助理這個退休金的一個問題跟制度 我想我們慢慢再形成 那麼依照我們立法院的執權行程 立法院執行程法第32條 那麼我們是由立法院撥錢給委員去領併助理 跟所謂的我們立法院的,不管是機工工友或業併人員 是依照中華民國,我們這個所謂的一個公務人員這樣的一個法令來 所以他沒有辦法有一些相關的比較多的一個補助 或是相關的一個福利,我想因為是法院上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因為這一類涉及到前序不前序的問題 那這整個是一個通案的問題 我想在這裡我也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愛莫能助跟委員報告 關心助理我想也是我們大家一貫的立場 但是因為這牽扯到整個一個全國新的一個議題 提供給我們做什麼 有什麼機制可以做一個現況的改變 左立方便也比較有爆炸 因為這不是說不可能 我看你在這方面也蠻專業 你也很主心應該你看過 不用說怎麼樣 他目前 第七屆立法委員到目前為止 離這個 不管你是 選條、修長 也許認和萬恩離這個 大概應該有大概十九位的委員 包括這些左立 倒下來了 我也一百多的 這也是相當的這個恐慌的範圍 我想 目前 我們很多 不管 勞工 教師 或是 教職員 都有對著 時代 去改變 去做一個條件 我想 秘書長 你應該也要研究一下 是 應該要怎麼來配合 應該 委員也會全力來配合 是 提供你做參考 好 謝謝 那最後 我請教 出國考察 我們共務員員 怎麼辦理 一年 幾次 分成什麼改動的辦理 立委怎麼辦理 你做一個 細數 有什麼不一樣 跟委員報告 一般委員出國大概分為 就是說我們有國會外交 每一年大概分為兩次 那我們 像我們職員工的話 我們是要經過 像是我們有 專案的 或是特定議題的 或是隨委員考察的 大概分為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請教 你覺得說 委員一定分 一半年 一半年嘛 對 如果 這半年 有這個需要 沒辦法 來 做一次 處理 做一次來行事 一年兩次 你的意思 我知道 你分上半年下半年 你意思說 一年裡面兩次就可以 是不是這樣 對啊 你我們上半年 我們就在筆領 我想 我們來研究一下 你研究一下 好不好 參考看看 謝謝委員 簡單說一下 一半年我都在算機 用到的機會比較少 對 再來 有需要的時候 你不一定說 我分配跟金銀 上半年有需要 一半年不需要 或是說 我一定分配上半年 一半年 我感覺 這樣太過做錯 我了解委員的意思 比較貼近一個務實 你的意思是這樣 好 提交給你做參考 謝謝 好 謝謝